中共千人计划设间谍美代华裔科学家,台33人参与,学者31条对台图谋中华民国政府应有所因令中共对台31项措施中开放台湾专业,人才可参与国家级的千人计划。 根据统计,目前有33名台湾专家参议不过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最近把千人计划的学者列为调查重点,并以间谍罪名拘捕在美的华裔科学家学者说,可看出31条对台的图谋,中华民国政府应有所因应中共的千人计划被美国盯上。 网络近日传出一份官方文件,要求在文字通知,不得再出现千人计划的字眼,转需低调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美代华裔科学家台33人参与计划陆委会表示,公司立大学的专任现职人员,参与千人计划需经主管机关许可,例如科研类需经科技部核准,与对岸学校合作需教育部许可若在千人计划挂名职务, 则需一担任中共党政军职务处理精清查,目前参与计划的33名台湾专家非学校专任现职人员无需政府许可,但台方仍会持续追踪。 据外媒报道FBI已将千人计划学者列调查重点,并按名单一个一个查千人计划恐沦为入狱计划,已有名列计划的怀疑科学家被以间谍罪名拘捕。 包括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主任工程师郑小青,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美国气象、专家王春等人美相信与共军有关案名单,一一查赞助商,链接赞助商。 链接外媒指出,美国国务院和FBI相信千人计划的一部分与中共军队密切相连,另传出FBI要求美国研究机构开除列千人计划的学者,还有相关学者被工作单位要求提出自清中美也报道,美国正重点关注曾参与千人计划的怀疑学者。 有人被FBI约谈在遭美国盯上后,中国网络近日传出一份官方文件,要求不得再出现千人计划字眼转序低调,学者计划社民感科技台方因管制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强调,美中关系悬面冻结,不管学界或业界任何与中共有关系,的都会被贴标签,与美国的各项交流合作会受到限制。 台湾学者若参加千人计划未来恐失去更多发展机会,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淡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宇认为,千人计划涉及人力资源安全,敏感科技保护政府应建立相关防卫机制,包括对这些参与计划者持续追踪同时对敏感高科技人才进行登记并管制附中。 感谢观看